有一个计程车的司机呢 他曾经罹患开放性肺结核 咱们不知道啦 照样在塞车西街爬爬走 等到就诊的时候 已经搞不清楚多少人搭过他的车子 是不是都有可能被他传染了 提醒大家如果发现了 搭这个小黄的时候 计程车司机有一直在咳嗽的话 还是先打开窗户透透气 比较保险 路上满肩跑的计程车 可能变成传染病散播的温床吗 有医师发现一名计程车司机 罹患开放性肺结核 但就诊的时候已经搞不清楚 有多少乘客可能被自己传染 让民众听了心惊胆跳 然后有司机得了肺结核 但是自己不知道还继续开车 我不知道 那会担心会害怕被传染吗 会 这样会 透过空气肺膜传染的肺结核 有六个星期到三个月的潜伏期 不一定能被及时发现 医生建议如果发现 计程车司机不停咳嗽 民众可能就得提高警觉 跟肺结核病人共属密皮空间 会大大增加传染率 因此医生建议把窗户打开 或许是一个有效的降低方法 但是要小心 医生同样提醒 车内的陈舍都可能残留结核病菌 包括这个按钮 你说检查合格的证明给民众看 或是把车子打扫干净一点 让民众比较有信心 对应该这个是因为我们做生意 这个本来就是应该先把车内车外 先把他打扫干净 只要客人都得提出来 检验报告当然啊 我们神经都有那个嘛 不会觉得隐私被侵犯 不会不会 为了生意着想 司机们请打扫 就怕民众害怕 不排除未来将自己的检查报告 放在车上 按乘客的心 新闻高清风贾心美 台北三方报道